学员书籍到槟城寒江中学为该校引入善与爱的教育 寒江中学乃是槟城其中一所活文独立中学 此期志工宋书到校园为该校引入谢力活模式 90本的针锋不相对以经典佛书系列 希望把善念和爱的品格教育传播 当校方校长收到这些书籍时都很感恩大家 希望师生们善用梳理的经典运用在教学和生活中 给我90位的懂得华文的老师 让他们在这个假期期间能够阅读这本针锋不相对的著作 那我希望老师们阅读之后 能够跟我们全体的同仁们分享 那本校也会举办一个读书会 接着这个读书会来启发我们教师的团队 以不爱的心 以大爱的心来带领来教导 我们寒江学生的学子们 这一个一系列的佛经 我也希望我们的师生们能够时时刻刻接触佛法 把好的佛法落实在生活中 把好的品格 把好的德行意义都能够表现 都能够从生活中落实出来 接着民众的善心 慈祭之工把有教义性和经典佛书系列带到校园 书记里分享着教学观点与方法 人品道德 为未来的主人翁注入爱和希望的教育 我们也借助善心大德们的爱心 慈祭就扮演这个桥梁 希望可以把这些善与良善的书局带入校园 真宗真风不相对和我们的佛经序列 他们都会善用这些书本来办品书会 真风不相对 这本书是有关系到私生 以爱和善在互动中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带入老师的教学中 透过上供下节的活动 慈祭之工走入校园 把各界而日的善念和祝福传递 照亮每个角落 大爱新闻马来西亚冯丽西报导